大家好,我是柚子 接下來為您介紹的是 Galaxy Nexus升級到Android 4.3 到底有什麼變化呢? 大家都知道 前幾天Google發表了二代的Nexus 7 一樣是由國產品版華碩所代工的 再來就是發表了Android 4.3 最後是大家眾所矚目的Chromecast Android 4.3 目前有幾個裝置可以升級 就是Galaxy Nexus 就是目前手上這一支 再來是Nexus 7 就是目前在台灣 目前在販售的2012年款的Nexus 7 還有就是Nexus 4 LG代工的 可是在台灣沒有上 再來就是 最新發表的2013年 今年才發表的 新Nexus 7 它是出貨就已經搭載了 這個4.3 然後再來就是Nexus 10 這個是Sansung代工的 可是在台灣也沒有上 所以在台灣目前你如果要上市 可以升級的大概也就只有 Galaxy Nexus 10 跟去年 2012年款的Nexus 7 是可以升級的 好 那我們現在看喔 這是Android 4.3喔 那我們可以看它操作的速度其實 真的滿快的 那當然有可能是我 其實裝的程式不多 因為現在這支手機已經不是我主力的手機 所以我裝的程式不多 所以我裝的程式不多 我的可用記憶體呢 還有250Mbps左右 250Mbps左右 它變成程式停用了 這個停用功能其實早就有了 但是這不是重點 你現在停用之後呢 它這邊就多出一個頁簽叫做 乙停用 這以前是沒有的 那你就不需要再切到全部 然後再找喔 因為以前的話 乙停用是放在全部的最底 底端 那就要捲到最底部 那是因為你在捲洞的時候 它其實一邊捲洞 一邊在窄路 那會拖延它的時間 那你現在不用 就切掉以停用 那我就可以怎樣 我想要再啟用的時候 我就可以再啟用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就是它多了一個 內建程式 這是第二個改變 就是KEEP 那KEEP其實很簡單就是 其實就是一個 機式的軟體 機式的APP 那這個APP呢 iPhone的話 我記得是只有網頁 好 好 你看這速度其實 就是因為記憶體 真的吃不多 所以速度不慢 好 再來就是相機 相機有什麼改變呢 它的操作方式不太一樣 你如果以前要設定的話 喔 跟這個 參考它 它是這樣 它是一層一層的 我往上 然後就進到另外一層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就可以選相片的解析度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 是我不太確定的就是 它加了一個倒數計時器 音效中是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 你可以用 快門 你可以用音量鍵當快門 如果這樣隨便拍 好 因為我剛剛按到倒數計時 好 有沒有 它其實就是 這就表示我剛剛是按到快門的 所以它才開始倒數計時 好 所以它 有沒有 它是倒數計時到 到最後幾秒的時候它會有 這個 提示音 那我現在再把倒數計時器關掉 關閉 然後我再確定一下 好它是關閉的 那我現在再試一次 有沒有 我按音量鍵 它就拍照了 喔 其實拍照速度也不慢 好不好 好 可能有點delay其實它也還好 好 不管音量加音量減都可以 這個就跟iPhone其實是一樣 iPhone也有這個功能 就是它系統 相機是可以用音量鍵去 當快門用的 這其實是很方便 因為以往 對啊 都沒有那個 很多現在手機都沒有那個 實體快門鍵 那音量鍵是一定有 好 好 然後 還有一個是隱藏的功能 隱藏的功能 你需要安裝一個程式 安裝之後呢 就會叫做 應用程式作業 好 那它這邊呢 就是會列出一些 某些程式它用了你的什麼權限 比如說它有分位置 個人 好 簡訊 還有裝置 那位置就是 會用到你GPS位置的 通常就是一些 比較LBS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 搜尋附近的 什麼餐飲資訊 那種APP 它一定會用到你的位置 那像 FB是一定有 FB一定有 因為它要打卡 好 你要打卡它就要取消你的位置 那這邊你就可以去做 去做管理 好我進來我之後 我可以把位置關掉 我把讀取聯絡的人也關掉 好這對於那個 全線的控制 你可以更 就是更自俗 欸我我可以 更 就是 控制都是屬於使用者的 控制權勢在使用者身上 那這樣子呢 可以避免一些惡意程式 它就 取了你位置 或是怎樣 或是取了你的 簡訊功能 它就偷偷自己發簡訊出去 你也不知道 好它不會 那你比如說 好你覺得它通知好煩喔 我就把發布通知關掉 這樣人家過來說 欸這不會通知 欸震動我也可以把它關掉 好這是我覺得不錯的功能 然後 其實大概就這樣啦 主要改變就是 這幾個 那其實速度 如果你程式沒有裝很多的話 其實速度不會 拖累 你看喔 真的 你有覺得 慢嗎 沒有啊 其實還好 還好 對嗎 幾乎載入其實是很快 呸呸呸呸 就好了 這是Galaxy Nessus喔 那如果你是用 Nessus 4 或者是Nessus 新的Nessus 7 我想那個差異會更明顯 因為Galaxy Nessus 已經 推出已經兩年多了 而且它只有用雙核心而已 然後記憶體是1G 那你如果像那個Nessus 4 跟 新款的Nessus 7 它是2G的記憶體 那速度會更快 好 簡單介紹就